70. 文匯報 提防短期上升動力放緩 2015年7月14日投資理財B07港股透視業上至第一上海首席策略施業上至7月13日 在連續兩日出現報復星大升後,港股大盤作業表現反復 大市成交量進一步回降至一、零億元以下 在大市強力反彈過後,市場觀望氣氛有所轉龍 希臘債務談判出現轉機,有望獲得來自歐洲央行提供的流動性援助 消息刺激港股在收盤前出現拉升,超回期至二萬五千關口上方 但事在連升三日後,操作上要注意短線追高的風險 目前,港股總體穩定性仍處於恢復的過程中 因此,總體操作暫時未過分激進,再調整好倉位 如留好足夠現金後,建議目前可以先採取觀察態度 多看小動,但可以多做功課,篩選好股 來級下一波行程做好準備 成交屬股空比例升次出現反復上行的走勢,在盤中增幅度下跌 305點低見二萬四千五百九十六,其後出現反復回升 一方面是受到A股的拉動,另一方面,歐洲股市在開盤初段的誕生 也級到港股在收盤前帶來刺激作用 而香港地產股和澳門博彩股 帳幅居前,其中 長實地產一一一三漲了百分之3.2% 金沙中國一九二八漲了百分之4.7% 此收盤報二萬五千二百二十四,上升三百二十三點或百分之1.29% 國子收盤報一萬二千零四,上升一百四十五點或百分之1.22% 另外,港股主板成交量進一步回降至一千三百六十八億多元 至今最高的積極性有所下降 而股空金雅錄得有一百四十三點四億元 股空比例回升至百分之十點四百 空頭有再度活躍的跡象 技術上,癡形取短期反彈勢頭 但在成交量縮降的形勢下,要提防彈聲動力有放緩的機會 目前,十日線以下壓至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一 初步支撐點維持在二萬四千五百水平 而二、五千是現時的心理整數關 外圍方面 A股進一步上拉 上中指在盤中增一度升穿四千關口高見四千零三十 但收盤前升勢回信 最後收盤報三千九百七十 全日上升百分之二點三九 互心兩地總成交量增加至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二億元 顯示資金有回流跡象 市場信心有所恢復 內地公佈了六月份的進口和出口 惡年分別下跌百分之六點一和上升百分之二點八 表現符合預期 而第二季 G.D.P. 數據將以週三公佈 市場預計有破七的可能 而密切注視市場的反應 另外,希債危機獲得舒緩 歐美股市趁機反彈收復 而希臘十年國債收益率亦從十八里水平 顯示回落至十二里以下 值得注意的是 美債市場增一度是資金避險的地方 在風險回降下 美國十年國債收益率出現回升修正是可預見的 但是如果升穿2.5里關口的話 則要有所警惕 因爲這個可能是美國利率上升預期升溫的信號 而美聯署主席耶倫 將於週三和週五分別在中 參議院 進行半年聽證會發言 對於美國經濟和利率趨勢可帶來啟示 不者為證監會持牌人